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雪 這邊為大家簡單介紹一下競技場如何玩 那首先我們來到競技場大天 然後這邊可以看得到 中間是你的基點你的分區 那我現在是黃金桔 這邊可以看得到你本日最高的五次積分 那一天總共會有右上角看得到五個 戰破他叫戰破 那他可以用魔法師回復 那五次最高積分加起來就是你本日 四種積分 那戰破這邊你給他點下去 可以看得到你現在擁有的那個 戰賞點數 這就是可以拿來換獎賞的 我們看到這邊下面這個獎賞 點下去 點戰賞 就可以看得到 所需要兌換的那個 兌換的戰賞點數 像貂蟬的話是八百 然後 這個兩千的貂蟬是一次可以換五隻 但是他只能換一次 那八百的是可以無限化 但是只能換一次 那人面鳥需要兩千五 那我現在的點數是一千五 所以我 沒有辦法換人面鳥 只能換這種 飛鳥啊 貂蟬啊 然後個人設定這邊 這邊可以看得到你的個人紀錄 然後現實排名是一萬三千名 然後勝率100% 經濟場王者次數 要怎麼成為經濟場王者 這個是大家應該比較多人想知道的 那我們看挑戰經濟場 那在你的分區呢 會隨機會拍到五個經濟場 那如果他們設定的關卡 你這邊點進去 點關卡 你可以看得到關卡地區 那如果你覺得關卡太難 你可以點刷新 那就是要一百萬 通常是不會去點那個 那你只要 比如說我這邊點一個 我點第一個 那我在這個經濟場裡面的分數是3080 那如果他結算的時候 上面有一個時間 時間到數 然後還有HP HP就是這個經濟場的王的血量 然後 如果到底的時候 你還是在rank第一名 那你就會成為這個經濟場的管主 那管主怎麼看呢 點這個我的經濟場 那我現在是三個經濟場的管主 一個人最多只能佔領三個經濟場 目前好像是這樣 那你放著的話 你當管主的話 10分鐘會給你5個 戰賞點數 那如果你佔領三座的話 你10分鐘就可以拿到15點 一個小時 就是90點的戰賞點數 就是說 你只要當管主 你只要放著 不用打 他戰破也會一直累積一直增加 像我昨天 到現在 都沒有打 他就變成1000多了 本來好像幾百而已 一兩百而已 然後他就是 自己變到1000多了 然後我們看這個 召喚獸資訊這邊 就是可以看得到 呃 現在三國系列的話 你用三國系列進去打的話 戰力0會加15點 那如果你用三國系列去防走的話 他的生命力跟攻擊力會加100% 就是你當管主的話 你可以設定你的 你可以設定你的 競技場的防守怪物 這個你都可以自己設定 這都是我自己設定的 你可以隊伍設置這邊 去編輯你的隊伍 看你要想要第一關放什麼技能 我可以放30噸這樣 就可以 然後 因為我現在只有黃金級別 所以可以放的 技能不是太多 然後 等你在越高等級的話 階級再升上去的話 可以放你技能 就越多也會越 越G8 然後 呃 挑戰競技場 那我們就來 呃 實際打一次給大家看 好 這邊 像這邊 我們兩個都已經有rank 就是代表這兩個競技場 我已經打過了 然後目前都是排名 都是有排名的 那這兩個我就不用去打 只要等人家把你打掉的話 你再去打一個 那我打這個 我還沒打的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光卡技能 好 這邊有一個 家屬場上所有技能 那這些都沒技能 那我們挑戰這個 那現在 應該都是用這個關羽盾 分數會最高 因為他最後結算 他最後結算是 看你的連擊數 COMBO數 最大傷害 還有時間 越短當然越高分嘛 然後還有回合 回合越短也是越高分嘛 全部加起來就是你 結算的分數 那我們現在實際來打一次給大家看 用關羽隊是因為他這個 COMBO連擊COMBO高嘛 因為他這個三消 然後傷害也高 三巫 好 那先看好的關卡技能之後 進去就比較不會慌 進場是大魚無錫盾 進場我們先把三巫打開 忘記關定了 技能提示 那這個天降其實有點多事情 那這隻就是沒有技能的 基本上三巫開下去 你不用轉太高 COMBO 在黃金級別 這個分區應該都是 可以秒過去 當然如果 分區再高一點 可能就沒辦法 這邊 這邊少了水 因為他有手 要場上全部水 那我這邊少了水 沒辦法 只能拖一回合 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 撈到王關之後 呃 看王關是沒有技能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開一個爆發 那王關天降的這個連擊處 也會影響到分數 還有傷害 也會影響到分數 那如果要設置防守方的話 當然是放一些比較容易拖到人家 時間跟回合的技能 比較好 比如說你第一關放光暗 呃 呃 光暗珠 要消光暗 光暗盾 然後 呃 敵方 呃如果要挑戰你的競技場 那如果競技場沒有光暗 那他直接拖了一回合 就一次了一回合 就一次了一回合 那我們這場就打了 呃 3565 然後 回合是 六回合 因為多了一回合 那戰鬥時間最大傷害 應該最高連擊都會算進去 剩餘戰力一點也會算進去 剩餘戰力一點呢 就是看這個左上角 看左上角 進場的時候 左上角會有一個戰力點 好 我們再打一次給你看 呃 呃 先看好技能 喔 那他進場是35盾 進場是35盾 進場是35盾 那一樣先把3-5打開 看到左上角有一個1885 這個戰力點 那 比如說這個水屋 火屋 木屋 開下去的話 他就是各-80 各-80 那CD8的話就是-80 CD10就是-100 CD2就是-20 那 當然是 不要開招打過去 打過去的話 你左上角剩餘的 那個點數會越多的話 那最後你基本就會越高 這樣 他就是要你呃 開-越少的技能 呃 過關的話 登珠會越高這樣 但是你不開技能的話 你呃 最後一關的傷害可能拉不高 所以 呃 還是開技能 會比較好 你就要選擇這個呃 呃 CD越短然後 又可以 讓你傷害越高的那種技能 進去 combo不要轉太多 因為 他血都不多 那我們這邊拿到王關 這邊注意的是 齁 王關是 要消除殘剩所 木服 所以你這邊不能開組合器 這邊一定要 手轉 這邊一定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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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場 1545分 傷害比剛剛那場低很多 好 我們這樣 剛剛剛剛好生到白荊棘 那有一個經濟場級別 有一個那個 可能有一個 呃 算這個的 制度 那這樣就是大概 競技場的玩法 希望 那如果我說錯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然後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並且分享 謝謝大家,我們下次再見吧,掰掰